所以关于这个洛阳战役 老谈前面有提到 邱行湘原本是要聚守洛阳西北 最后这个核心阵地 靠着这五栋大楼来等待援军 他也认为说解放军 如果再牺牲2000多人 也不一定拿得下来 如果退兵 他就可以再创造 第二个四平阶战役 没想到最后的结局是不一样 青年军2064 他的司长邱行湘 其实他的外号叫做邱老虎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个性 因为他处处是以校长作为榜样 又被称为小蒋介石 那沈罪他有一本很有名的 《帐放改造所见吻》 他里面提到的邱行湘 他的个性是斩钉接铁 14122 不搞人前一套 背后一套的那种手法 所以这种作风 那个时候在改造所里面 有些人喜欢 有一半的人也不喜欢 可是杜玉敏是十分的赞扬 因为邱行湘 他是属于那种私必公亲 有困难 自己会先上去的人 所以沈罪就还说 他就很好奇 这样子的人 怎么到最后 没有跟洛阳共存 就如同沈罪的评价 就是邱行湘并没有制裁 最终呢 他还是被收到公德林去改造 是 到最后呢 是在3月14日 5月12点左右 在河新阵地的坑道的东口 被俘虏 我们如果不用 成败论英雄 也不用说 你是否有制裁 效忠来做论断 就是客观的来讲 他还是表现得很不错 因为青年军2060 基本上都是新兵 武器弹药虽然充足 可是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军事训练 能打成这个样子 让华野还有中野 就是履履下了重本 用两败俱三的那种打法 才能攻进河新阵地 能够做到这样子 身为一位将领该做到的本分 也正因为只有这么短短几天可以打 为了要抢时效 所以其实呢 如果说不要这么的紧急的话 搞不好洛阳还是可以守下来 的确双方都是在跟时间赛跑 甚至于还把成根给打到了第一线 我们这边讲个他的小故事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以前在江西作战 他的大腿被打中 那在洛阳战役呢 他还三度的到第一线 前两次呢 是冒着被打中的危险 一搏一搏 通过了宁宁的国军的封锁线 来调整兵力 到了第三次 也是在最后的关头 国军的援军已经逼近 那成根他又去了 要求说一定要打铁趁热 才能够用最小的代价 来换取最大的胜利 所以呢最后呢 华野还有中野三众跟四众 集中了所有的炮火 在3月14日的下午开始猛轰 一举攻下的组核心阵地 这场洛阳战役 打到与树域齐名的这个成根 也三度到第一线指挥 其实非常不简单的 大家一定也很想要知道 这七天的这个攻守 尤其是老谭一开始也有讲到说 解放军用了比较罕见的打法 对 解放军呢 他其实是从七日 开始打洛阳 但一开始宣布都是 外围阵地啊等等 那因为天气一直不好 所以到了11日中午过后 地面才比较 没有那么的泥泞 根据打洛阳的总指挥 陈士菊他的说法 到了下午四点多以后 开始大规模的炮击 晚上七点 三众还有四众 同时发起了五路进攻 三众排除了东门外的十二道的障碍 准备了朝旺城进攻 那陈士菊讲说 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的黑云 像怪物一样的压了下来 震雷呢 在屋顶上面炸响 那闪电四串 炮声跟雷声 混成了一片 天昏地暗 什么都看不到 一直到了深夜11点 才突入了旺城 又打了一个多小时 2060两个平时底看的步兵点 全部都被打掉 他们才把东门给炸开 突破了进去 站点的城楼 他形容 天空中的黑云 像怪物一样压下来 震雷在屋顶炸响 其实刚刚王伯伯 他其实也有提到说 好奇怪 战斗越来越激烈 雨下得越来越大 是 曾是雨说 东门被突破以后 秋行厢集中了所有的火炮 朝东门的突破口炮击 他们的后续部队 都没有办法前进 这个时候 三众也坚持说 一定要不惜一切 后续部队 一定要冲进去 把突破口撕裂的更大 就在城门突破之后 就从攻城战 变成像登陆战一样 所以国共两边就开始打向仗 逐步的拓展 到了12日的下午 南门西门北门 通通都陆续的被突破 秋行厢就带着守军 退入了西北角的核心阵地 就以洛阳中学为主 其实听起来让人家蛮讶异的 2064的抵抗是这么的顽强 像王伯伯 谢伯伯他们都说 其实他们是没有什么作战经验 对 的确是出乎意料之外 所以2064在11日的作战 其实一开始是有顶住解放军的进攻 秋行厢那个时候还很高兴 就给蒋介石打了电报 蒋介石勉励说继续努力 要坚守阵地 配合外围兵团 拒肩来放之地 结果接下来 解放军开始全面的炮击 秋行厢他的回忆文 也讲的跟城市局是几乎一样 他说到了晚间 四面八方都要求请求真远 突然之间雷电交加天昏地暗 打到半夜东门被突破 虽然说努力的堵击 可是破口越来越大 到了12日的清晨6点 还到了东大门附近的古楼去视察 指挥巷战 可是城内到处都是枪炮声 屋顶也都出现了机关枪 局势越来越恶化 像2060这些娃娃兵 还能够打巷战 是真的有打 王伯伯讲 他那个时候受伤 可是机翼耗取心 2060在跟华野的山东兵 在拼刺刀的时候 他有冒险跑出去看了一次 爬到屋顶 看到会死人 吓得就赶快就转头就回去 那他后来遇到了跑出来的同袍 那有人说在拼刺刀的时候 华野的兵还用山东话 我跟他们讲说 你们这些陕西娃娃兵 要跟爷们拼刺刀吗 这华野的山东兵 听起来这么的强悍 都包括两边都杀红了眼 其实比的就是气势 是 我们前面提到的谢伯伯 他是守在城外的九龙台 那他的回忆录里面 也提到了华野的山东兵 他说 那个时候他是担任射手 另外有人在九龙台上面 专门丢支火把还有手榴弹 那他的任务是配合 火把关点搜索目标 可是火把的关点太小 又没办法持续 所以解放军 他们在围攻的时候 华野都是趁着黑暗的空档 步步的跃进 爬到了掩体上面 他说他那个时候在掩体内 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突然间射口传来一声 蹦的一声 他觉得脸上好像被打中 本能的就手一摸没有血 那回神一看 有一个人就是邪卧在射口前面 不知道是死是活 本能的反应就是 两手紧扣板起 连射了五六秒 打到那个人的上身的异服 全部都起火燃烧 在像那样子紧绷的氛围之下 黑灯瞎火突然窜一个人出来 其实真的吓都吓坏了 他说这位矫健的共军 可能是山东人 因为他所听到的声音 通通都是山东枪 这也是他从军以来 击毙的第一个人 是空拳 也是绝后 过了几十年 他在回忆录 还写了一首七律 我手边这本就是老坛 所准备的谢伯伯回忆录 它是没有对外发行的字印本 尤其是里面这首七律诗 看了会非常的有感触 他里面提到说 我再西来你再东 战火前线巧相逢 阁下英勇不畏死 匍匐滚翻向前冲 为谁为何动干戈 你我懵懂之不多 枪弹杀力扫我脸 淡如雨下穿长过 英豪居然生鲜死 遗憾终生内疚多 半百春秋悼念你 九泉安息永快活 那谢伯伯他也讲 这样子打了几天 在九龙台下面的坑道 他们的寿山的同袍 躺着握着坐着 身影的哭泣的 统统都有 那人人都面无表情 他也毫无睡意 更没有食欲 这还好到了三月十一日晚间以后 华野就不再打九龙台 改为围困 这还真的要有亲历的战场 才能把场景描述如此的清晰 对 那接下来华野攻入东门以后 有一名被俘的青年军 就送赵祥新过来 他们连长就下令 把这个人五花大板捆了起来 可是他们也知道局面不佳 就一切的希望 就只能寄托在援军 可以赶快到 到了十四日晚间九点 晚间接到的命令 半夜突围 一律穿胶鞋 可以携带冲锋枪 刺刀水服金属类的 通通都不能带 以免出声音 出发的时候 要一个接着一个 绝对不可以左右偏离 或者你会踏到自己所埋涉的地壘 连长还有排长 先出去探路 没想到竟然是连长排长 带头去探路 这种身先自足的感觉 应该是蛮让人家敬佩的 可是谢伯伯讲 到了半夜 突围都没有动静 长官都没有回来 原来是他们自己先突围跑掉了 等到了天亮 九龙台下面出现了山东枪 说老乡啊 脚枪吧 他们这群青年军就变成了葫芦 后来谢伯伯他经过中条山 趁机脱队逃到了郑州 又在部队里面见到了连排长 他说那个时候 他认为他们实在是太不讲 江湖道义了 怎么会自己先跑 那有点年纪才了解到 那是无奈的选择 因为华野在攻九龙台 给两个连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如果连排长率领 他们三个牌 一起突围 几率不大 怕被俘之后 会被处于重罪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讲到这边 谈命毒 历史与新闻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可以给我们观看 欢迎大家在底下跟我们留言交流 另外呢 也可以使用Podcast收听 欢迎听众到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言跟五颗性的评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